大家好,我是亚欣 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了 可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好像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发现别人缺点的时候 我们会轻而易举 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身上不好的地方 但是如果让我们去看别人身上好的地方 让我们说出来,让我们发现这一点 但是这件事好像却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看到别人过得比我们好了 我们可能能够真心地给予祝福 那么这样的情况似乎就更难了 社会上有很多很常见的现象 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自己获得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可是反而面对我们自己的努力 和我们自己的成就 背后的人并没有对我们的这种行为 予以赞扬,予以肯定,予以鼓励 反而是说风凉话 说你可能是靠关系 你可能是送礼了 要不然就是走后门了 再者呢,我们去参加同学聚会 我们看到同学 我们看到别的同学混得比自己好 心里面我们就不自在 我们就嫉妒 我们说他们是靠家里 他们是富二代 他们甚至是官二代 这种情况或者说这种现象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 我想应该很多 有人说极度生于利欲 而不生于贤美 无论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学习也罢 什么事情都没有尽善尽美的 总会有人过得比你好 可是呢 也会有人过得比你差 我认为有差距很重要 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是合理的 那么关键在于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对待 去面对这件事 正如人无完人一样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 也都会有自己的短处 我们有不如别人的地方 这很正常 换个角度想 说不定别人正在羡慕你呢 孔子说 公字厚而饱泽于人 则远远已 意思是说我们做一个人 我们尤其是说做一个君子 你更重要的是呢 你要严格的去要求自己 而对于旁人呢 你对于自己严格 但是对于别人呢 你要尽量的去宽容一点 要做到和气 尤其是当我们在看到 别人过得比我们自己好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 不是见不得别人好 而是我们要做那个 能见得别人好的人 再说了 与其我们去羡慕别人 我们去抱怨生活的不公平 有这些时间 你还不如加倍的努力 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你们说是不是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是这一些 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艺术师主页进行关注 那么最近呢 为我关于 如何做一个高情商人的 五十节音频课程 也已经上线 请大家点击右下角 进行订阅或者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